Nitianandam,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世阿凡达 想在这个录像中呢,跟大家分享 费陀文化所谓的财富意识是什么意思 Wealth Consciousness 很多人呢,说到财富就说它就是金钱 其实金钱呢,是一个非常局限的 解释财富的一个方法 在现实生活当中 当我们想到财富 大家就会说 我要有这样这样的房子 我要有这样这样的车 我要有这样这样的工作 我要多少存款 我能去哪里旅游 我能买什么样的名牌 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财富 这个财富的观念呢,即便是你银行存款再多 其实呢,很多时候也都是一个 在费陀文化角度上讲一个贫困的财富意识 不是富足的财富意识 这些人我想要问你 你买了比邻居更大的房子 你会满足吗? 还有人比你的房子更大呢? 当你的银行存款到了六位数 你还想我要到七位数 当你已经去了这个国家旅游 已经收集了这个邮票 那双鞋 这个名牌包 这个名车 等等 你会满足吗? 你愿意停下来吗? 即便是能够让你 整个地球都给你了 你还有愿望想要上月球 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这个同时呢 如果我们设想 今天是我们人生的 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思绪呢? 你会觉得 我是因为没买到一双鞋 或者是没买 没有住到更大的房子而遗憾吗? 还是我的人生 因为没有体验什么而遗憾呢? 这个时候 你心中的声音 才是你人生真正的意义 如果大家心中能有一个答案 我在这儿非常确定地讲 我们不会因为 物质上的丰富 或者是匮乏 而 让我们觉得 我的人生 过得满足 或者是还有遗憾 我们的人生呢 是不停地 体验 真的 如果告诉我 我还有几个小时的人生 生命 大家 心中 想到的是什么呢? 在废陀文化的角度上讲 我们知道 人生真正的意义 宇宙的大爆炸 是意识源 决定呢 要把自己分散成无数个 目的呢 来体验自己 所以我们 出现了 因此呢 人生的意义 无非是来体验人生 创造人生 人 不是这个身体 和这个思维 人 是意识 当这个身体 和这个思维没了 我们的意识 还存在 我们的灵魂 还存在 他还会 再有机会 回来 重新投胎 换一个身体 重新积攒 新的 思维 这就是人 眼前所看到的 以为的人生 事实上呢 我们的人生 是不停地循环的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灵魂 才是真正的自己 从这个角度上讲 首先 物质 为什么不能满足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 无止境地 搜集财富呢 或者是 搜集金钱呢 因为 人的本质是意识 我们的本质 不是物质 不管你 搜集多少物质 它都不会让你满足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 维度上 一直不停地扩张扩张 你到最后才发现 原来人生欺骗了你 原来人生的意义 不是 有更多的金钱 人生的意义 还是别的 但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 要临终了 要离开人世了 这个时候 太意识到这个 好像已经晚了 在人的 宇宙的 发生的 真理的 这个角度上 废托文化的 财富 认知 财富意识呢 指的是我们生命的状态 也就是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 当我们生命力强大的时候 才是 最有财富的 状态 因为人生的意义呢 不是 积攒金钱 有更多的房子 更多的车 更多的收藏品 人生的意义呢 是在体验人生 这个是为什么 宇宙意识员 Parmashiva 创造了宇宙 他创造宇宙的 目的就是为了来 体验自己 也就是体验人生的 所以人生的财富呢 就是你能有多么强烈的 彻底的体验自己的人生 仅此而已 所以呢 废托文化所揭示的 财富意识呢 是 负责任的 活跃度 Activity Activism 也就是说呢 我们人生 越 积极 越活跃 越充满生命力 我们的财富就越多 并且呢 这个是 要在 有智慧 要在有责任心的 基础上实现的 说白了呢 就是用 四大原则 来 指导自己 先做到最高的一致性 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呢 我们是不停地扩张的 因为真实性就是让我们不停地扩张 不停地突破自己 有新的 更高的一个 活跃的程度 在这个基础上呢 对他人负责 并且呢 要实现他人的人生 四大原则呢 揭示的才是 真正的人生的意义 和 人生运行的法则 通过 用四大原则 来过人生呢 我们的人生 才是真正富足的 你现在想不到 金钱和四大原则之间的 直接关系 大师就跟我们揭示了 如果你呢 只是 冲着金钱去 让自己多打一份工 换一份工作 或者是工作升职 加薪 无非呢 让你涨一个 一倍或者两倍的工资 但是 一旦你有最高的一致性 用四大原则 来指导自己的时候 让自己 是 负责的 活跃主义 activism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的金钱 是真的金钱 这个时候讲的不是财富了 就是金钱 会 十倍十倍的往上 这个是大师 跟我们的揭示 也是大师的人生的一个真实的体 一个写实 大师的人生 没有任何一刻是朝前看的 大师做任何事情 财富 都是跟着他走的 当他需要流浪 做僧侣 旅游 旅行 僧侣这样 他身上只有两片袈裟 每天三顿饭是要化圆的 这个时候 他的生活 给了他 他所有需要的 他的生活是富足的 当他决定 当他决定 自己呢 意识到自己是阿凡达 这次来的使命是要 叫醒全人类 超意识觉醒 他 忠心呢 开遍了世界 四百多个国家地区 信众呢 在很短的时间 极度的增加 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是大师 因为用四大原则 来指导自己生活 而不是向前看 来实现的 所以呢 大师用他的生命 真正的给我们 一个例子 废陀文化的 财富意识 四大原则 知道自己的人生 是显化财富的 终极方法 也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意义 我们不朝前看 钱是我们的 财富 是我们的 仆人 他会跟着我们走 只要我们 用四大原则 来要求自己 用最高的 生命力和责任心 来体验人生 创造人生 这个时候呢 财富 不在话下 所以呢 想用这个录像 启发所有的人 如果你还觉得自己 囊中羞涩 或者是 你还觉得自己 已经很富裕 还要更富裕 还要超过 比你更有钱的邻居 所有的这些朋友 大家火烦了 金钱 不论你现在账号里 有多少 他变成了你的主人 请你意识到这一点 金钱作为你的主人 你的人生意义 就只有在恐惧感 和贪婪心当中 左右摇摆 我们是 Parmashiva宇宙意识源的 显化 我们就是神 我们就是他 我们 生活的意义 作为神 难道是为了来 打工 挣工资吗 一生的主题 难道只是为了 金钱 存款 大房子 大车 从这个灵性的角度上讲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俯瞰一下 这个世界 假设你是神 其实你就是神 你不觉得自己的行为 有一些大财小用 我们可以显化的 比仅仅这一点金钱 多得太多了 只不过是我们 误会了人生 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在这儿不是要 大家反对 大家金钱 我只是说 我们人生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 积极地负责地 过这个人生 体验人生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金钱呢 财富呢 会因此 跟着我们走 金钱和财富 不是最终的目的 它只是一个 媒介 当 你做一些事情的考量 你在想 金钱是问题 或者是我 得到这份工作 是因为它工资高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 我不是很喜欢 或者是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好像 觉得自己银行里 应该有更多存款 才觉得安全 那我就不做了 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活反了 这个时候 你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你作为神 是有最高的 显化金钱的能力的 只要你 跟宇宙意识员声称 说 我是会富足的 金钱就会瞬间的 跟着你走 即便是现在 你看不到自己的 银行账号里 有这些钱 只要你开始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 金钱会 瞬间显化 这个是一定的 金钱会以各种方法 出现在你的 人生当中 因为这是 他的存在的意义 他就是为了 支持你来过人生 当你把他 变成 变成你的老板 变成你的主人 变成你的神的时候 他就会不知所措 用 各种 扭曲的方法 来控制你 折磨你 这个是我们 当下社会当中 绝大多数人的 生活的状态 所以想在这儿 告诉大家 你活反了 你是神 钱会跟着你走的 只要你声称 我的人生 是要来体验人生 要让我 实现我是 马哈萨达西瓦 的存在状态 不断地提升自己 体验自己 这个时候呢 金钱 就会成为 你的仆人 财富 就会成为 你的仆人 你需要做 任何事情 他们都乖乖的 已经在 你身边出现了 希望这个 这段话呢 能够启发到 所有的朋友 在金钱中 挣扎的朋友 你在这个时刻 觉得自己囊中羞涩 是因为你 觉得自己是 金钱的仆人 只要你转念呢 我保证你 银行 永远账号里 永远不会缺钱 你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钱已经早就到了 你所谓的 有一份好工作 中奖 中奖 中彩票 让自己金钱增多 这些都是 错误的行为 这些不是真正的 让自己富足的办法 真正让自己富足的办法是 知道自己是神 知道自己可以显化金钱 用四大原则来指导自己 过你该过的人生 体验你该体验的人生 这个时候钱会自然跟着你走 有很多辞了工作的朋友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已经从玛雅中跳出来了 我们辞工作的瞬间呢 金钱就莫名其妙的显化 机会就开始发生了 这个就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财富是跟着我们走的 只要我们像神一样活 他一定是我们的仆人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希望这一期呢 能给大家一些 认知上的 冲突吧 让大家有一个打破自己之前对金钱的认知 和看到自己内心当中 有多么想做金钱仆人的愿望 只要你这一刻 知道自己是金钱的仆人 你就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匮乏的 你活返了 你是金钱的主人 非常欢迎大家能在这段时间 持续的来我和恒河老师给大家开的 财富圆满的课程 我们呢会不停的帮助大家 转念 让你变得真正的强有力 帮你显化 Paramashivoham 12月份成功的见到 大师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电了灯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